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道出生命冷暖 今天是2月5号 亲爱的朋友 您好 我是江峰 有一名抢劫犯 在抢劫洛杉矶银行的时候被警察包围了 他从人群中拉过了一个人当人质 他用枪顶着人质的头部 警察呢 四散包围 不敢上前 突然人质大声的 声音起来 抢劫犯贺令人质 住口 但是人质的声音声却越来越大 最后竟然变成了痛苦的呐喊声 原来呀 这抢劫犯慌乱之中啊 抢来了一个孕妇 人质痛苦的声音和表情 说明他在极度惊恐之下 马上就要生产了 鲜血已经开始染红了孕妇的衣服 情况十分危急 一边是 漫长无期的牢狱之灾 一边呢 是一条即将出生的生命 抢劫犯 犹豫了 选择一个 就意味着放弃另一个 而每一个选择都是 无比艰难的 四周的人群 包括警察在内 都密切的注视着 抢劫犯的一举一动 因为劫犯目前的选择是一场良心 道德与金钱罪恶的 较量 终于 劫犯 缓缓的 举起了枪 他将枪 扔在了地上 随即举起了双手 警察一拥而上 四周 竟然响起了掌声 孕妇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再站稳了 众人要送他去医院 已经戴上手铐的劫犯突然说 请等一等好吗 我是医生 警察迟疑了 揭犯说 孕妇已经无法坚持到医院了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请相信我 我是医生 警察在简单的交流之后 在紧紧的与 抢劫犯的眼神对视之后 相信了他 打开了他的手铐 一段时间之后 一声洪亮的啼哭声 惊动了所有听到他的人 人们欢声高呼 互相拥抱 而这个抢劫犯 双手 沾着血 这是一个崭新生命的鲜血 而不是罪恶的鲜血 他的脸上挂着职业的满足和微笑 人们向他致意 几乎都忘了 他是一个抢劫犯 警察将手铐重新戴在了他的手上 解放说 谢谢你们 让我尽了一个医生的职责 这个小生命 是我从医以来第一个从我的枪口下出生的婴儿 孩子的勇敢 征服了我 我希望现在自己不是个结犯21名就此扶伤的医生 罪恶会被一个幼小的生命征服 并不因为这个生命强大和伟大 而仅仅在于它是一个需要生存权利的生命而已 生命的征服就是如此简单 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 它发生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而这一篇故事呢 也像数以万计的感人至深的故事一样 来自于一本美国杂志 读者文摘 我们今天就说说 这本杂志和它的创始人的故事 这现如今人们经常说 有啥 别有病 没啥 别没钱 你说谁愿意整天躺在病床上受罪呢 可是啊 2500年前 咱的老子不也说了吗 说服惜获所服务 获惜服所疑呀 就有人躺在病床上发呆 就能想出一个挣大钱的好主意 怎么回事呢 时间要回到100年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了 美国出兵欧洲 当时有一位美国大兵 叫做德怀特·华莱士 他在一场战役中受了伤 在法国的医院一躺4个月 在医院的时候 华莱士阅读了大量的杂志 他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不同的杂志上有不少有趣的资讯 同时他也意识到呢 很少人能有时间看那么多的杂志 你想他躺了躺4个月得看多少杂志啊 于是他想到了 要是把这些文章摘录 浓缩之后 出版一份新的杂志 肯定会受欢迎 回到美国后 他就钻到图书馆 阅读了大量的杂志 1920年 他把各类精选文章 编辑成的读者文摘样本 Reader's Digest 这个英文Digest 就是有角度把精华留下来的意思 可是这各大出版商 没有人愿意出版这本杂志 华莱士没有放弃 于是他决定找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他的妻子Lira 他的妻子Lira跟自己是同龄 两个人就商量了 说 哎呀 媳妇 你说咱们这个主意到底好不好啊 媳妇说 好啊 这好主意呀 你也觉得好主意 要不咱们自己干 好啊 夫妻其心 其力断金 1922年的2月5日 历史上的今天 两口子自己出版了第一期的读者文摘 这一锅心灵鸡汤啊 就算这么就熬上了 他们在纽约市的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地下室里打包 一份25美分 一个quarter 用邮寄的方式寄给订户 第一期读者文摘的没有虚构小说 没有图片 也没有彩色 也没有广告 全是知识性 趣味性和正能量的文章 华莱士夫妻俩也不知道读者会有什么反应 心里的忐忑不安 还想着这个订户会不会看了咱们写的文章呢 要求退钱呢 咱们的digest咱们嚼得不好啊 令他们欣慰的是 第一期出版后啊 没有人取消订阅 订阅量反而还有所增加了 这下子两口子就来劲了 开始计划分工 这个咱们就一起干嘛 那妻子人脸上说 行了吧 我还是保留我原来一份社会工作吧 这样可以保证用来付房租啊 你呢 你就多付出一点为杂志 结果华莱士呢 为了省钱呢 还不去买杂志 每天跑到纽约这个公立图书馆去搜集杂志中的资料 华莱士原来的目标是希望能有5000名订户 结果在读者文在发行的第一年 他们就已经超过了这一目标 这本定价2毛5分 一个quarter的小杂志 没有广告收入 就是靠卖杂志挣钱 到了1980年 华莱士夫妇共有的财富啊 就已经达到了5个亿 5亿美元 但是华莱士夫妇没有抱着这笔财富守着 他们呢 没有儿女 他们事业成功之后 非常慷慨的回馈社会 华莱士基金会 就是目前美国最大的一家慈善组织之一 这家组织呢 致力于帮助儿童教育和艺术事业 华莱士还给曾经就读过的学校捐出了大笔的款项 我印象中这两口子最美的一幅画 就是两口子什么呢 一幅素描合影 哎呀 真漂亮 就是像咱们说那种老式的知识分子 田净 中庸 内敛 厚道 你看不出任何富豪的 哪怕那么一丁点的那个气息来 华莱士同样也没有忘记 他在创业初期为他提供免费杂志阅读的纽约市公立图书馆 在那儿 他捐了180万美元 捐给了这个公立图书馆 目前这个纽约图书馆杂志期开的那间大屋子 就是叫做Wellis 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1981年的3月30号 华莱士去世了 享年91岁 太太Lira在三年后去世 享年94岁 读者文哉在全世界用多种语言发行 在香港有一个中文的正版的读者文哉 他的首位总编辑是谁呀 是文坛大师、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的女儿 叫做林泰宜女士出任的 读者文哉中文版在1965年3月香港创刊后呢 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中文月刊 内容除了激励人心的真实故事 其中的幽默笑话和中英文对照的内容 成为最受欢迎的板块 帮助了无数无数的说中文的读者 学习英文 了解世界 这个里面呢 也包括心怀深深感念之恩的我 江峰本人 说到这 我们要插一段了 就是在 在华莱士先生去世的1981年 中国当时也出了一本读者文哉 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三四十岁往上的人嘛 都应该很熟悉这本杂志 中国的读者文哉呢 也曾深深的影响了一代人 不过这个中国的这本读者文哉 实际上它是个盗版 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美国的读者文哉呢 没有关系 经常采用它的文章 在美国读者文哉 欺而不舍的要求之下呢 后来 中国版的读者文哉呢 就改名了 改名到我们现在读的就叫 读者 把文哉两字给拿掉了 就是不用嚼了 不用digest了 直接拿来用 结束了双方几年的纠纷 2004年 读者文哉在美国的销量达到了1000万册 但是随着数字化媒体的迅速发展 和忠实的那几批老读者呢 逐渐的老去 离去 读者文哉像其他的印刷媒体一样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009年和2013年 读者文哉两次寻求破产保护 现如今 这一锅百年老汤的还在炖着呢 仍然是美国享有很高声誉的杂志 读者文哉有一个 怎么样的风格 或者说一个杂志的灵魂 让他这样的历久迷心呢 不追求过眼烟云一样的热点 始终守住人性 这100年前躺在病床上的创始人华莱士 他当时就这样想的 这只有人性的东西才能征服人心 即便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 人总是有所敬畏的 那就是看似简单 朴素的真与善 真诚和善良在拯救平衡人的内心 读者文哉在这个平淡当中蕴含人性的力量 在人文关怀中温暖读者的内心 抚慰着人们的心灵 说一代代人 有着一代代人的时尚 但是读者文哉用持久的人性的东西 打败了时尚与热点百年不衰 历史上的今天 读者文哉 这块100年的老汤 透出来平凡生命中不平凡的滋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